北市警局中正第二分局厦门街派出所于6月30号 街窝一名女性租客 报案称刚搬至置物纸 即遭到房东触肩摸被豚的行为 认为遭到性骚扰 经了解案情并保全相关证据后 中正的警方协助被害人提出性骚扰的申诉及告诉 并于隔日7月1号通知房东到案说明 全案行为人涉嫌申诉部分 依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韩宋主管机关续除 摸腾行为的部分则依性骚扰 告诉韩宋地方检察署侦办 中正第二分局呼吁 若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 请主动通报报警将由警方为您协助处理